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料工程却一拖再拖 原定在7月展示的示范屋不但没有这么一回事 反而还上演了纠战雀巢的戏码 然后我有问隔壁的人 隔壁的人讲 有时候听到小孩子的声音 有时候他有带他家人上来 所谓的桌子房就是他住在那边 是 因为我有两间 所以他可以我住在我小间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那间小间因为他住在那边 他就很快安两家空间 一个房一个厅 还有一个桌子线 风扇也安了 然后他也叫我尽快装窗帘上去 我就想 因为他要住舒服点 施主原本想亏了装修费 工程只完成六成也就算了 上个月尾就催促公投归还钥匙 但对方不当一回事 坚持搬完东西才走 双方对峙还上演人挡车的戏码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要做好我的东西 然后他讲我不怂 我就问他是我不怂 我叫母亲 他讲母亲 他过后整个争扎 争执的过程 他就讲明天就是27号会交销事给我 过后呢 那个视频那个视频 他在视频里面他也是有说 你去报警 你去找罗业 我就问他 你是私有几多赔几多先 嗨嗨嗨 来他报警 施主通过乌拉港州议员 王思琦召开记者会申诉 虽然已经到警局报案 但由于男子的挑衅话语 不构成刑事恐吓 只能备案 不过 施主准备入禀消费者仲裁 讨回公道 并借此提醒大众 便宜莫贪 马新社新闻台李韵祥采访报道